你们帮我量一下体温 闲事扫描实联制 再用体温赶侧门把关 防疫措施做好做满 还是会做一些准备 带一些酒精自己消毒 远离一下人群这样子 尽量减少吃素 保护他们也保护我们自己 戴一张面罩 塑胶手套包覆双手 银行行员宣处第一线 备展全节换新抽人龙 更要尽慎至少 就怕这一张张钞票 变成病毒温床 央行也恰请八家金融机构 总共454家分行 预计24号到28号 开放零贵换抄 不想到零贵换抄 人挤人增添染疫的风险 就有银行超前部署 只要你到ATM插入卡片 一样能够提领现抄 台湾银行下令 采取最高层级SOP 除了17号开始ATM换新抄 降低群聚风险外 也要求行员收抄后持续消毒 跟属超机得保持一定距离 另外核库银行 针对热区提升防疫规格 除了有口罩 面罩 护目镜 倾销频率 更比照三级警戒 换抄据点也会规划 进出动线 新的它拿出来的话 没有什么东西 旧的话就比较害怕 我回来然后洗一洗手就好了 我觉得不方便 对啊 因为不见得 每一个人都有时间 就是或是什么可以去ATM换 而且可能要大牌藏龙 可能会有群聚 因为有时候去银行的时候会发现 虽然他们位置有间隔开来 可是就是里面还是很 还蛮多人 洋洋更建议民众用数位转账 取代实体红包 至于是否用身份证单双号 进行分流 则表示会在跟指挥中心做讨论 掩盖农历新年 即将到来 各大银行积极备战 保护第一线员工 给要让民众安心 过好年 欢迎训练叶秉杰 郭斯文 陈品珍 台北采访报道 从铜板市民经济 到国际贸易布局 看见新东协节目 感谢您长期的支持 现在我们全新改版 延长为一个小时 怀疑新闻台 看见新东协 带您更深入探讨 东协商情与正经发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